弥竹不幸让淳于岛把他给捉住 淳于岛把弥竹给捆到马上 压着他呀 在这些黎民百姓当中走 他让他认一认哪个是甘夫人和弥夫人 这个淳于岛还不知道 弥竹跟玄德是亲戚 反正他看着弥竹先生这个招装和举止啊 起码也是刘备手下的一个幕僚 他准能认识这两位夫人 所以淳于岛压着弥竹啊 已经在这转悠半天了 这淳于岛心里头 简直乐得忘乎所以了 他心想啊 我今儿个要把刘备两个夫人捉住 啊 那我可在曹丞相的跟前立了大功了 不仅是捉住刘备两个夫人 我听说刘备还有一个独苗苗 叫阿斗 我再把这孩子捉住 那我在曹将之中可称得起是鹤立鸡群了 曹丞相起码得封我为上将军 何处于岛这美呀 所以他是威风不可一世 他一个劲的逼问弥竹 用那大铁刀在弥竹的眼前晃来晃去 你再要认不出来这两位夫人 我就杀了你了 正在这危急时刻 弥竹举目一看 一眼看见子龙将军 弥竹这高兴 心说淳于岛啊 你不让我认吗 我看出来你这纯粹是死催的 淳于将军 我认出来了 在哪儿 两位夫人在哪儿 那夫人可抱着一个娃儿 何淳于岛啊 急得现在恨不得一歇子 就把这泥三个都给捉住 弥竹看了看他 我没办法指给你呀 就在面前 哪一个是 我这捆着 我怎么能告诉你呀 哦 对 我可以给你斩起松绑 说着淳于岛扑龙的一行 把弥竹绑绳给松开 弥竹用手这么一指 那不是 他指的是谁啊 指的是子龙 淳于岛顺他指的方向这么一看 哎呀 把淳于岛下去捉嗦 这哪儿是夫人 淫亏淫甲白龙马 是一员大将 当他看见子龙的时候 子龙不是早就看见弥竹了吗 他已经飞身上马了 俩腿一颗飞虎叉 马往前一长腰 就到了淳于岛的跟前了 我故好 淳于岛把大刀望起这么一举 还没等把这个刀拖起来呢 子龙的枪就到了 就顺着他右边的肋骨那儿 给挡进去了 呗 尤打他的安桥上 把淳于岛给挑起来了 滴溜 在半空转了个圈 死尸摔那儿 淳于岛手下的那些军校 这么一看 我的天哪 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 拿母将军当风车耍呀 哇 跑了又多一半 子龙杀退了曹兵 救了弥竹 得过了一匹战马 他请甘夫人赶快上马 自己亲自保护着夫人和弥竹先生 哇 杀出了重围 到了长板桥前 三将军张飞正在桥头这儿站着 老远就看见了 啊 夫人回来了 还有弥竹先生 嘿 张飞看见子龙了 推马就过来 他被杖马蛇毛 往身后一背 抬手指了只子龙 嘿嘿嘿 子龙 你为何背叛我家兄长 赫斯龙心里头这难过呀 这句话跟刀子扎心一样 三将军 此话从何说起呀 我去寻找两位夫人 嘿嘿 别说了 四弟 刚才剑余回来都告诉我了 不然我见着你还把枪背到后边去 我就跟你拼命了 刚才大哥拦我都没拦住 我带着人来就跟你拼命来的 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反了我大哥 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 你在万马军中去寻找两位夫人与我家侄儿阿斗 子龙啊 你真不愧是我哥哥的骨功之将 子龙摆了摆手 三将军 你快别夸奖我了 你赶快把甘夫人与弥珠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 我还要回去在乱军中寻找弥夫人与弥珠 说完了一波马 子龙就杀回去了 嘿 张飞一看急了 子龙 你等等我呀 我跟你一块去找 他刚往前一催无追 嗯 以德将军转念一想不行 我不能跟着子龙去 子龙要找到弥夫人与弥珠 必然还从这条道回来 那曹兵要从背后追赶他怎么办呢 我呀 就站在桥头这儿吧 等曹兵来了 我替子龙低挡一阵 给他来个一带牢 哎 这就是以德的集中生志 他没动 子龙再一次杀回崇伟的时候 他往两边这么一看 哎呦 自己带的那几十名小孝 一个都没了 如今只是子龙一个人是单枪匹马 子龙横了心了 今儿就是上天 入地 我也得把弥夫人和幼竹找着 子龙刚杀进虫围来 对面闪出一哨人马来 为首一员曹将 金盔金甲紫战袍 手里头倒提着 一把开山月 嗯 子龙一愣 看见什么了 石子龙一愣 他就见这园曹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 这剑剑长七尺 那么老长啊 古代的尺寸啊 七寸算一尺 这剑是白沙鱼皮鞘 银铜口银瘦链银释剑 雪霜白的灯笼刺三尺多长 随风之白 这口剑可太不一般了 子龙剑好宝剑剑多了 还没看您过像这把剑这么惊人 这绝对不是一口普通的宝剑 那么这一门曹将是谁呢 子龙不认识他 这谁啊 曹操手下的卑剑官夏侯恩 这夏侯恩呢 他应该说一步也不离开曹操 卑剑官嘛 曹丞相有两口心爱的宝剑 据说是价值连城啊 这两把剑一口剑叫乙骗 一口剑叫轻功 两把宝剑都是销铜锻铁刻木如斧啊 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 它和历史上的明剑相比美啊 你像什么干江墨野啊 欧野子不是造剑五口吗 三大两小 三口大宝剑有战炉纯军圣邪 两口小宝剑是鱼长俱缺 据说曹操这两把剑和这些明剑是不相上下 那倚天宝剑曹操带着 这轻功剑就交给夏侯恩背着 夏侯恩今儿怎么跑这儿来 他想着发笔横财 不单夏侯恩 曹操今天手下这些元大将啊 都有点晕了 您想啊 平定了北方之后 他们就有点忘乎所以 这次取京香又不费一兵一卒 追刘备是一窥千里 把刘备追的 简直连提鞋的功夫都没了 哎呦 操兵操将这个得意呦 所以夏侯恩呢 就是想悬梦点门 他悬梦来悬梦去 一眼看见子龙了 哈哈 夏侯恩一想 这人要是大运横通 可也没办法 你别看我得的财物并不多 我要拿住刘备几元将 送到丞相的跟前 不也是齐功一剑 那于晋杀死刘从 曹丑还赏了他那么些东西 何况我捉住刘备的大将 来将休走 一切子他把子龙给挡住 子龙这时会儿心如火焚 他光惦记着找弥夫人和阿斗了 他无心恋战 夏侯恩说着 这开山月就举起来了 丽劈华山朝子龙劈下来 子龙用枪望伤这么一挑 就这一下啊 夏侯恩就觉得虎口有点发麻 胳膊跟有点发酸 夏侯恩在马上这么一摘了 差点让子龙这一枪油 马上把他给扑了下去 两马这么一错凳 子龙一抬手 砰把夏侯恩背后的宝剑给摘了去 叛甲涛也拽断了 宝剑到人子龙手里了 哎呦 夏侯恩一想摘不行了 这人怎么抢我宝剑呢 我是想得别人东西的主 再说这宝剑不是我的 那是我们丞相的 回去找我要怎么办呢 你得给他访问的意思 你给我 给你 子龙还真给他 他把这剑已经抽出霞外来 给他来了一个博草巡蛇 夏侯恩那脑袋 蹭蹭 蹦 要坑里了 叭唧一下 尸首油打干桥声 灌下去了 我让你得外财 曹冰一看 四散奔逃 子龙很高兴 得了一把轻功宝剑 如果不是今天寻找夫人 与阿斗这种急切心情的话 他真得好好端应端应这把剑 现在他把这宝剑就带到身上 然后他还像找干夫人那样 见着人群他就问 弥妇人可在其中 弥妇人可在这里 声音也不能太高 你把曹冰喊了 这不是麻烦吗 要说子龙怕他倒并不怕 惹那麻烦干什么呀 我找着弥妇人和幼主 我给送出去就得了 现在他在心里头都着了火了 子龙敌人喊了几声啊 其中有一个老者 住家在新野县 他常常见到关云长和张飞 以及子龙 他都认识 哎呀 这不是子龙将军吗 哦 老丈 你可曾看见弥妇人 子龙将军 弥妇人就在前面呢 这老者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他怕别人听见 用手这么一指 可不子龙给乐坏了 多谢老丈 说完了 子龙一拍马 就奔前面冲下来 他跑了一段路 看到旁这有几户人家 房子已经都被烧毁了 还剩下这么一段土墙 离土墙不远 有一眼枯井 在土墙下坐着一个人 披散着发脊 身上很多的血 感情这个人 左肩上中了一箭 他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 正是弥妇人与阿斗 弥妇人和甘妇人失散之后 他随着这些百姓 东奔西头 曹冰离放乱箭 弥妇人中了一箭 走的这会儿实在走不动 他就坐在这短墙下这哭 这时候弥妇人的心思刀割 如果没有阿斗 他早就投井一死了 现在他是舍不得阿斗 你说不死 这要遇上曹冰 被人家抓了去也活不成 现在弥妇人倒不担心自己的生死 他最最担心的就是怀里的阿斗 因为玄德漂泊半生 只有这么一颗根苗 阿斗虽然不是弥妇人所生 那也如同自己亲生子一样 如今在这矿空野外 就天不应就地不语啊 战将也看不着了 亲人也找不见了 到处都是曹冰 你让弥妇人怎么办 把阿斗交个谁 交个谁也不放心 出点意外那还得了啊 自己走吧还走不动了 死吧 阿斗怎么办 这真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正在这时会儿 飞来一匹战马 正是赵子龙 子龙到跟前这么一看 哎哟 是弥妇人 他赶快甩灯 黎安下了座气 腾把枪往地上内耳一戳 把缰绳拴好 啪 一撩战群 单腿就跪的地上 夫人在上 子龙这相有礼 是夫人与幼主受惊来 子龙之罪也 请您赶快上马 我将夫人送出 虫眉 弥妇人抱着阿斗 回头一看 哎哟 是子龙将军 这可真是大汉风雨 可饮甘全 弥妇人一想 我子阿斗有救了 将军 你可怜他父亲 刘玄德 飘荡办事 只有这点骨血 往将军抱阿斗 使他们父子相见 妾随死而无恨 说着把阿斗就递过来 子龙没接 夫人 您赶快上马吧 由我不行死战 将您和幼主 救出重围 弥妇人一听 那怎么能行呢 好马好比战将的双足 没马等于没有腿一样 你怎么打仗 再说我现在身负重伤 行动十分不便 不能拖累了将军你 你赶快把阿斗接过去吧 子龙就催夫人上马 弥妇人就要把这孩子递给子龙 她说什么也不接 就在这稍一耽搁厅左右 筋骨大作 曹兵杀上来 可不子龙急坏 他把双筋这么一瞪 夫人 如今追兵已至 请您赶快上马 弥妇人哭了 将军 切身我实在走不动 请将军不要两悟 阿斗的性命 全在将军您一人身上 夫人的话刚出口 请死外喊 杀生震天 曹兵已经到 子龙可真急了 他挺身起来了 他要把夫人给掺上马去 咪夫人一看 这可怎么办 夫人怎么一着急 他轻轻的把阿斗放在地上 将军 你看那是何人 他用手这么一指 啊 子龙稍怎么一回头这功夫 弥妇人往前紧爬几步 砰 一头 就栽在那枯井里去 子龙回过头了一看 哎呀 夫人 他往后退了两个 闲闲坐在地上 再把判甲涛判好 把护心经挂好 他抬头看了看 这怎么办 我走之后 弥妇人的尸首要是丢了呢 哎 有了 子龙一抬腿 他 一脚把短墙给踢倒了 这短墙一倒正好 把这枯井的井口给研死 子龙这才超枪上马 他刚跨到安桥上 对面来了一员曹将 手提三尖两刃刀 是直取子龙啊 子龙是挺枪相还啊 二马盘缓走上两个回合 子龙怒吼一声 把燕明一枪给挑鱼马下 曹家这些军校一看 这员将太厉害了 哎 好汉子架不住人多 咱们一块上吧 刀枪并举都过来 子龙不慌不忙 把手中枪怎么一摇 像蛟龙出水一样 枪一挑就是一片 把曹军给杀得是纷纷后退 忽然由旁边杀过一员大将来 正是曹操手下的张和 张和飞马进前直取子龙 子龙论本领 是半点也不惧张和 可是现在他无心恋战 他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 好把右主交于主攻啊 所以子龙打几下啊 就摸一摸怀里的阿头 打两下他就摸一摸阿头 张和觉得奇怪 这人怎么回事啊 武功这么好 天法这么纯属 怎么一边打着一边摸 他那护心镜啊 哎 张和这才注意到 他看子龙前面的护心宝镜啊 鼓出一块来 心说这位揣着什么呢 子龙一看不好 张和怎么一个劲学吧 他这护心宝镜啊 哎呀 可千万万千不能碰了我的右主阿斗啊 我别跟他打了 子龙一驳马就败下去了 张和是随后就追 子龙是疯人就杀 一人就条 这条枪这个厉害 谁也阻挡不住 这时候在那井山顶上 晕落散下一把大椅 椅子上坐着的正是曹丞相 他回报令旗令剑 早就看见赵子龙了 他就瞧这原将 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 在他这万马军中 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 这原将怎么这么厉害啊 我手下的大将 哪一个也抵挡不住 我看最多没有在他马前走过三河 就让他给挑落了安桥 这人太厉害了 曹操手撵胡须 都有点看呆了 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 谁呀 徐树徐元之 徐树今天 他替玄德捏把冷汗 可把徐树吓坏了 心说我家主公刘玄德 就那几千人马 怎么能挡得了曹操 这么众多的兵将 这有点差池可怎么办 当子龙杀进重围的时候 徐树也看见 这是赵云将军 哎呀 他不知道子龙在找什么 徐树心想 子龙将军 这可太危险了 你这么单枪匹马的杀 你能杀得退曹兵吗 这是要干什么呀 他想助子龙以北之力 可使不上劲 现在呀 徐树在旁边一看 曹成乡那份神态 很喜欢子龙 心说我得说句话了 我不是来的曹营之后 一谋一策也没限吗 这个我应该给曹操献一策 啊 丞相 员直 您认识这员大将 不认识 此人怎么如此之英勇啊 哎呀 不瞒丞相您说呀 他自从跨马踢枪 征战以来 从未打过败仗 此人是有名的长盛将军 乃是刘玄德手下的上将 赵云 赵子龙 哎 可惜呀 可叹 曹子叹了口气 徐树一看 哎 丞相 您叹息为何 嘿嘿 圆志啊 这么好的狐将 想不到他辅佐了刘备 我如果要有这样的战将 老夫霸业必成啊 我是为此而叹 哦 丞相 您想不想收服此将啊 什么 曹操一听 被眼睛瞪起来了 原知 赵云能归顺老夫吗 不瞒丞相 您说呀 我曾经在 玄德新野县住过几天 我与子龙将军 交好甚厚 只要您能够活捉了他 我徐原知 就能劝说子龙 归顺丞相 哎呀 原知 那你可是奇功一箭 这可真是 天赐虎将 于孟德 说着曹操完领其一举 告诉曹红 立刻传令 今天老夫要活赵云 不要死子龙 无论是谁 也不许用暗箭 伤人 随着这道令的传出 徐树是暗暗的祷告 苍天保佑 子龙啊 你赶快平平安安杀出重围去吧 这道令一传下来 曹家军校一听什么 丞相要活捉这原将 那太容易了 我们立刻把他送到丞相的面前 今晚上曹家所有的将校都有点飘飘然了 他们自从打仗以来大概还没打过这么顺利的仗 这人马往上这么一冲 一下子就把刘备给冲了一个七零八落 刘备一共才多少人马呀 关羽带走一些 孔明先生带走一些 所上无几了 剩下的都是些赤手空拳的黎民百姓 所以曹家军校杀上来的时候就像虎入羊群一样 他们也不知道这赵云赵子龙是干什么的 所以也没把赵云放在眼里 丞相说要活的 那咱们就送个活的去吧 这是不是张和正跟赵云那打呢 子龙是无心恋战 他最担心的是活一种大头 子龙现在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 所以他虚晃一枪一搏 就败下去了 张和一看他败了 注意啊 带领着人马游后不就追上的 子龙跑得是荒保宅路 跑着跑着只听他胯下马一声长思 可了不得的感情前面有埋伏 就这一下子子龙是连人带马 掉进了차马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